金沙中國在一前為全新展覽101撥紙 水和田作品及張家寶衣著設計展舉行開幕式 展覽以聖載物聖滿愛為題 展出超過40件由華裔藝術家水和田首繪的圖撥和畫作 其以24節氣為題的圖撥 透過中國水物書畫展現節氣獨特之美 100個撥裏希望做一些公益 除了展覽之外可以做一些公益 每展覽一個地方捐出10隻撥 將善款給中國山區 貧困地方的小朋友可以學習 由撥去帶出一種愛 金沙藝廊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家庭式 慢慢欣賞 生活裏面的一個展覽地方 加了一種藝術元素 如果將這個地方演繹或佈置 觀眾覺得親切很多和自然很多 從那裡開始尋求一些生活的文化 部分作品配合時裝設計師張家寶設計的服裝一同展出 他善於在作品之中結合民間藝術 這次展出的部分服裝使用了來自江蘇南通市的男人土布 並將這種傳統布藝遊合現代設計 展現現今國潮風格的獨特魅力 因為這個展覽力是101個撥紙 我設計的理念是一個爭蕾的衣服 演變成現代人都可以穿的衣著 亦配合了現在將古代演變成現今 配合各朝文化一同表現在這個展覽裏面 通過這個撥紙的展出 令到年輕人知道其實我們民間裏面有很多寶藏 是怎樣將這些寶藏再傳承發掘 給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古代並不是古老 不是古老 其實是很新潮的 這次澳門展覽中10隻圖撥作品用作慈善意賣 並已獲得10位本澳線掌積極認購 合共籌10萬澳門元的線款 全數收益捐贈於彩虹路 用作資助國內少數民族地區 農村小學美術教育的推廣 令藝術和線行並存 異議非凡 藉著開幕式 水和田向彩虹路代表 兼澳門美術協會會長陸希頒進支票 這次的展覽很難得 在金沙中國的推動下有這個平台 水和田老師張家布老師 將他們展出的其中10個撥紙作品 送出來作為義賣 讓澳門的社會人士迎購 善款將它捐給澳門美術協會 轉到彩虹路的藝術教育基金 是用於教學和資教 包括購買畫具和教具作用 現在我們有金沙藝囊 一個常設高規格的展覽空間 希望我們每年可以有 很多個國際性的展覽活動 提升藝文的水平 做一些教育工作 我們現在策劃將劇場 變成一個表演藝術中心 能夠長期支持 無論是國內、海外 或者澳門的一些藝民的表演活動 是我們推動文化加旅遊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坐落在四季名匯六樓的金沙藝囊 是金沙中國的嘗試藝術空間 推動本地民創產業持續發展 集團計劃投放更多資源 定期舉辦各類型藝術文化展覽 透過這個藝術平台 為本澳注入多元文化力量 進一步豐富本地居民及旅客的藝術體驗 那 concrete 動作 從 一 不 黃 雟 雙 和 雙 雙 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